HELLO Hello 我是阿杰 今天比較特別的是我們要來聊一聊關於設備 那這個設備我從一開始玩YouTube的時候 然後到現在到底它該不該升級 該升級哪些地方呢 那會根據什麼樣的原因 讓我今天升級到現在的設備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我們必須要先說到 在早期的時候 其實我使用了只是用一支手機去做一個拍攝而已 然後到後面的時候 我開始買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台的相機 那至於為什麼我要去買這一台相機呢 因為呢那時候我是使用手機剪片然後拍片 那其實你用手機剪片拍片的時候 久的時候會對你的眼睛造成負擔 而且它會有一定的局限成分在 那時候剛好我需要去做國外的YouTube旅遊 那我就想說那我就決定購入一台運動相機 然後就在抉擇到底是需要買哪一台 結果後來我就買了Sony的RX0 Mark II 那這一台呢我看上的是它的1英吋底的感光元件 那其實到最後我使用下來我會覺得 這個1英吋底的感光元件其實也好像也沒有什麼作用 使用了一年後那台我也買了滿貴的 大概算下也要兩萬多塊 後來呢我慢慢的替換掉了我的相機換成了這一台 好換成我們的GoPro 就是我從那一台換到這台GoPro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首先我覺得那一台它的故障率其實算是蠻高的 那GoPro它也是會有故障率 但是它相對的故障率跟穩定性 相較起來呢它會比我之前那台Sony穩定度當然是更好的 好那為什麼我買了GoPro以後呢 我會開始又想要去提升我的畫質 那基本上如果說你在使用戶外去做拍攝的時候 有GoPro這一台基本上就很夠了 那你會看到別人去拍攝的時候 它的畫質是比較好的 譬如說會像這樣子 背景虛化呢這個看起來就會讓你的畫質感覺非常的提升 然後把你後面的一些不必要的場景呢 全部都給刪除掉 這是非常方便的 那其實我非常喜歡這個A73這一台 但是A73其實它出了有一段的時間了 那到底要去再選購哪一台呢 我會開出幾個我自己需要的條件 譬如說我需要輕巧 然後它需要是一個全片幅 那我因為我需要有這樣子自拍 那A73它的不好的地方就是它沒有翻轉鏡頭 那我就想說那我一定要找一台有翻轉鏡頭的 又輕的又可以讓我自己出門在外的時候 拍Vlog又有這個背景虛化的功能 所以呢就找到了這一台給各位看一下 這一台呢就是我現在開始後面會開始做使用的 這一台就是A7C 搭配上我們這個RODE的一個收音 那這個A7C主要它有這個翻轉螢幕 那我在拍攝的時候非常的方便 而且它也很輕 那它的規格跟功能其實呢 是跟那個A73是差不多的 那讓我的影片質感 那小弟本身呢 其實也有在接一些商業的攝影 那商業攝影基本上它的影片要求可能就會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呢會再繼續購入這一台 A7C 讓我的畫質整個做一個提升 所以呢以後大家看到的影片 只要有背景虛化的部分 那就是從A7C這一台去拍的 那我們常會說啊 那為什麼你不使用GoPro去拍就好了 那GoPro其實它沒有一個背景虛化 它的畫質上也會有一點點的限制 其實它各有所好 那你今天使用GoPro的時候 GoPro它有一些場景 比如說下水的地方 我們不可能用A7C去拍 我們一定是用GoPro 或者是在運動的方面 在防抖GoPro還是比較強勢的 所以你說我會不會把GoPro去賣掉 那我覺得其實都是一個不同領域的東西 你不可以一概而論 那它有它使用的地方 所以呢我覺得會有一台主機A7C 然後還有一台GoPro 去做一個輔助的動作 最後呢我們來做一下總結 到底我要經營我的YouTube頻道 或者是紀錄我的生活的時候呢 我需不需要去買一個高階的相機 或者是買一個GoPro就可以搞定了 那我個人會更傾向於 如果你只是一個生活紀錄 然後自己拍拍影片紀錄一下 你說用手機可不可以 其實手機也可以紀錄 只是手機會比較麻煩的是 你必須要用單手去拿 那基本上你在拿的時候會比較不方便 那如果真的要很方便 然後拍起來畫面又很穩的話 GoPro真的是就是唯一可以選擇的 它的穩定度基本上你用刨的 它都可以去做一個很穩定的畫面的輸出 那如果說你今天有追求畫質的時候 你再去購買這個比較高階一點點的相機 就可以了 所以一開始入門的時候 你可以去買GoPro就OK了 另外要講到一點就是 各位可能會有發現我現在的影片後面開始 慢慢的我都沒有去做一個上字幕的動作 因為我覺得假設我剪一部影片 全部的畫面都剪好以後 我大概會花個兩個小時至三個小時 但是我上字幕可能也要花一樣的時間 甚至更多 那我覺得我講的中文它算是自證腔圓 沒有含糊不清 那就像我今天在跟你對話一樣 不可能我再跟你對話的時候 底下還有一整排的這個字幕在底下提醒你吧 所以我覺得上字幕會二殺掉我非常多的 浪費掉我非常多的時間 所以呢我的影片呢大部分都不會有字幕 除非會出現一些特定的名詞 我可能會上一些特效或者是綜藝 這樣子 那如果你對於我的影片的話呢 有什麼喜歡的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或者是有更多的意見都可以告訴我 讓我知道 好啦這期影片呢主要就是要分享我 對於設備的不斷的更迭更新以後的所有心得 好啦那我是阿傑 如果你有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我們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收工